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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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清過的 星辰如麻 畫不穿雨中的她 這一生 月光花 能否待她 傷的心回家 願做她掌聲的明珠 獻上我純真的祝福 回憶中的路 開滿花束 綻放半世的光束 願做她掌聲的明珠 獻上我純真的祝福 明月將我心 寫起碧霧 留下不悔的情緒 願做她掌聲的明珠 獻上我純真的祝福 回憶中的路 開滿花束 綻放半世的光束 綻放半世的光束 我喜歡她是因為 她從小對我特別好 寵著我 就算天塌下來 她也能幫我扛著 讓我特別有安全感 但是朱哥哥一心想著光復大明 對我跟她自己的要求特別高 就跟我爹似的 讓我覺得特別沒趣 我知道 我看得出來 可是從小爹跟各位市長 就一直告訴我 我呢 是朱哥哥的未婚妻 是將來大明的太子妃 這個稱呼就好像是我 這輩子最大的責任似的 其實我特別討厭這種感覺 我不敢說 我又不敢反對 直到 直到我遇上了龍小弟 雖然他是皇上 有的時候我看到他 會覺得特別畏懼 可大部分的時候 我跟他在一起 都會覺得特別開心 他是皇上 但是他有的時候很可憐 我心裡想保護他 想照顧他 想對他好 我知道我這樣的想法不對 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住 嗯 其實我也一樣 我明知道 不應該喜歡大師兄 不該對他好 可我還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玉姐姐 你說我該怎麼辦啊 情之一字 醉事無解 我也同樣苦難 同樣不知該如何是好 我剛剛收到牛角寨的飛蛾傳書 上面說 劉德昭的既是夫人求敏 以及求敏的弟弟求貴 不知怎麼地 就從牢房裡面逃出來了 而且求貴 取出了暗藏的金銀財寶 畫了孟祥河和舒婉欣的畫像 在江湖上放畫 誰要是找出這二人 就重金仇心 此時太子已經跟我說過 這都是所額圖 在背後安排的 這江湖上的三角九流 貪圖重傷 必定會紛紛出動 尋找孟祥河跟舒婉欣 如果真讓他們找到了 那傾城就危險了 其至是傾城有危險 恐怕這太子和易歡 就都暴露了 那為今之際 只有派人先殺了求貴 以局後患 我去吧 求貴跟他那些手下 在我眼裡就是小菜一碟 姐姐的武功的確很高 天下無敵 但是姐姐 你不熟悉山西那邊的情況 而且你不認識求貴 所以還是我去吧 好 那就有勞雪衣軍事 你辛苦一趟 現在已經查實 有二百五十九名官員 打著抓捕亂黨的旗號 攀贓枉法草菅人命 貿領所謂的功勞 然後騙去朝廷的封傷 這麼嚴重 何止嚴重 簡直害人聽聞 就拿左翼前鋒營統領 隆德多來說吧 兩年前 他還是小小的為屬 前鋒營侍侍衛 從五品 正是靠著一連串 這樣所謂的軍功 連身武器 搖身一變 變成了現在的 正二品五支金官 隆德多朕是知道的 半年前 他搗毀了在京城 反清聯盟的五個據點 抓捕了五十多名逆匪 朕還親自 賞了他一箭黃馬瓜 可皇上有所不知 這五十多名逆匪 有近一半 是被冤殺的 你說什麼 這些人 這些被冤殺的人 都是些遭受了 旱災水落的 一些逃難的災民 還有一些是 在當地被地方的官員 逼得進京城 告獄狀的一些老百姓 既然這些人是被冤枉的 朝廷也派出了監斩的人 為什麼 他們不喊冤呢 隆德多 為了坐實所謂的軍功 在這些死囚上刑場前 都給他們 灌下了啞藥 讓他們有冤難訴 真該死 皇上 其他官員騙進軍功 一樣是花樣百出 還有比隆德多更嚴重的嗎 有 京城護軍參領 阿碧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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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府上掛的那個 國之動量的牌匾 還是朕親筆 給他提的字呢 這阿碧齊用的 和隆德多 是相似的手法 一路累計軍功 從一個小的 不能再小的城門利 平步青雲 如今已官拜三平 他冤殺了多少人 奴才查實的 這阿碧齊殺的三百多人當中 只有一百多人 是有過大逆不道罪行的 其他的 都是原殺的 更好笑的是 同樣一個人民 卻反復被殺了五次 身份一會兒是老夫人 一會兒是垂條小兒 一會兒是中年男子 怪不得呢 怪不得我一個弱女子 都被他們當成亂黨溺匪 給抓起來了 他們一定聽我的口音 是外地人 又無親無故的 所以想拿我的人頭去充數 所董 奴才在 把這些查實罪名的官員 全部給朕抓起來 送到刑部山裡 這 華山聖明 聖明 你是在嘲諷朕嗎 有哪個聖明的君王身邊 有這麼多的貪官苦力 哪有啊 你剛清政不久 之前那些爛攤子 都是熬拜弄的 跟你沒關係 身為天子 豈可偽過於臣子 看來朕 必須儘快好好選一選 能臣和賢臣 整頓一下朝廷的立志 羅小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朱哥哥 你都瘦了 下巴都僵了 你呀 總算知道關心我了 其實是學姐姐先發現的 朱哥哥 我總是習慣了你對我的呵護 卻很少主動關心你 小丫頭 幹嘛跟我說這些 我知道你現在心裡一定很難受 其實我也不好受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才好 桓妹 你別說了 我明白你的心 我不怨你 我只恨我自己無能 朱哥哥 你千萬別這樣說 你別這樣說我心裡內疚我 桓妹 我們從小青梅竹馬一擊長大 我們對彼此都太熟悉了 這對於我們的感情來說 既是好事 也是壞事 而康熙對你來說 就是一個 琢磨不定的誘惑 所以你對她充滿了幻想 桓妹 要不要跟我打個賭 什麼賭 賭康熙能不能說到做到 我賭她不能 康熙她是個皇帝 而且她最討厭那些貪官窟利了 她一定能夠說到做到的 好 那咱們這就賭上了 賭注是什麼 一百兩銀子還是一千兩銀子 我不跟你賭錢 我賭你的心 如果你輸了 我相信你對康熙的幻想也就破滅了 你也不會再被她所迷惑 到時候 你乖乖跟我一起光復大明 做我未來的太子妃 那如果你輸了呢 如果我輸了 那連我也會對康熙負氣 到時候 無論你做什麼 我也認了 好 你說什麼 皇上 大刀闊斧的整頓勵志 已將龍德多 阿碧齊等二百五十九名大小官員 全部入獄問罪 不 不可以 不可以 萬萬不可以 好 蘇圖 奴才在 這兩百五十九名官員 罪證已經全部做事 朕即刻就封你為奸斩官 十日之後將他們全部問斩 啊 皇上 全部問斩 怎麼 你還要朕再說一遍嗎 不不 不用 皇上 奴才聽明白了 奴 奴才這幾天偶感風寒 一直咳嗽不停 渾身發冷 然後還不停地冒汗 一直在咳嗽 奴才一直在堅持著辦差 可是到了今天 韋師覺得有點撐不住了 奴才想請皇上開恩 可不可以拖延幾日讓奴才辦差 或者另外再派一個人去奸斩 蘇圖啊 你這病的可真是時候啊 真的 真有點撐不住了 行了 你回府養病去吧 奴才謝皇上恩典 奴才告退 老花頭 皇上 其實鎖大人辦案 倒是很利索 也很有章法 是個不可多得的能臣 只是他沒想到 皇上會如此嚴懲這些貪官污吏 若是讓他奸斩的話 就相當於 讓他得罪了大半個朝廷 又想在朕的面前撈功勞 又不想得罪別人 是 只怕眼下 這奸斩官的人選是不好定了 畢竟誰也不想一下子 站到大半個朝廷的對立面 臣倒是無牽無掛 但臣是個漢臣 名義上 又只是一名太醫 皇上讓我在暗中 協助所的人辦案 這倒是可以 若是在明面上 對臣為以重任 只怕 不太好 朕明白 你不是怕事 你是願意為朕效力的 但是朕 也不能將你 推到火堆上去考 多謝皇上體恤 只是眼下這奸斩官 怕是無人敢勝任了 罷了 那朕就親自奸斩 狠狠殺一殺這朝中的歪風 龍小弟 你太厲害了 我支持你 朱哥哥 怎麼樣 我都說了吧 康熙是個好皇帝 是個歷經圖治的好皇帝 現在就下結論 未免太早了吧 如果康熙真的有魄力 把這二百五十九個貪官庫立的頭 都給砍了 那我就認輸 好啊 那就再等時日看看 好 皇祖母 近來身子可好啊 老太婆 倒挺好 可是 大家怎麼聽說 這些日子 皇上從來沒睡過一個 胡亂個兒的覺了 皇上雖然年輕 也不能太疲勞 勞逸結合才是呀 皇祖母 孫兒 最近正在忙著整頓立志 確實呢 有幾天沒睡好覺了 但是 現在事情都已經半堵了 所以 接下來孫兒 可以好好睡上你覺了 嗯 皇上啊 這是哀家親手給你準備的身茶 補身養生的 來 試試吧 黃祖母 這杯身茶啊 味道不錯 就是 湯色有些燒濃 藥味有些重 嗯 湯色浑濁 證明啊 這藥味甚濃啊 這身茶啊 可以 提神養生啊 皇上 日理萬機 給龍體補補身子 也是大有必義 多謝皇祖母關心 嗯 再嘗嘗這個 哦 提味如何 皇祖母 這杯身茶 湯色清澈 可是 藥味就沒那麼濃了 提神的效果 也沒那麼好 是啊 水至輕則無魚嘛 渾水養魚呀 啊 皇祖母 您老人家 似乎話裡有話呀 是啊 艾家是有話要跟皇上說 聽說皇上一怒之下 將二百五十九個大小官 都拿下問斬了 是 皇祖母 這些人啊 貪賬枉法 草菅人命 都死有餘辜 他們的所作所為啊 艾家也知曉 皇上要砍他們的腦袋 也是不為過 甚至有些人 你可以竹簾他九族 以井效尤吧 皇祖母啊 其實呢 孫兒一次性 要砍這麼多貪官的腦袋 孫兒的心裡啊 也是有些不安呢 多謝皇祖母的支持 孫兒 這樣就可以放手實為了 艾家呢 自然要為皇上仔細地打算 全力地支持皇上啊 只是 艾家老了哦 說上十句話 皇上未必能耐心地聽上一句 所以 孫兒你聽出來了 皇祖母是在埋怨孫兒自作主張吧 皇祖母啊 咱們祖孫心連著心 你要是有什麼話 就直說好了 皇上可知道 那左翼秦鋒統領 龍德多的娘家是誰嗎 知道 這龍德多的祖母和皇祖母是堂姐妹 皇祖母可是要給龍德多求情 饶他一命 艾家為他求情並不是為了親情 皇上 你要知道你秦南敖敗 為什麼被敖敗收買的那些守軍沒有異動 為什麼敖敗私下集訓的那些親兵沒有啟示 難道這件事情和龍德多有關 龍德多實際上是埃家 安插在敖敗身邊的一顆棋子 他為了取得敖敗的信任 大肆地誅殺對抗朝廷之人 這些人有的是該殺 有的是錯殺 可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在你秦南敖敗之時 龍德多他藉口清查亂黨 在京城實行了宵禁 讓敖敗的叛軍無法出動啊 這才讓你在宮中秦拿住了這個敖敗 皇祖母 這些事情 您為什麼不早點跟孫兒說啊 皇上啊你雖然年輕 但是呢 你許多事情很有主見 未必會贊成埃家的某些手段 所以埃家呢就隐瞞了 好吧 那就算龍德多 江宮惹罪 奪取爵尾 各之為民嗎 多謝皇上給埃家這老臉 那就樹哀家 以老賣老 要多向皇上討幾個人情了 皇祖母請說 皇上知道這朝堂的背後 可是盤根錯緊啊 千一而動實 千十而動百 你還太年輕 而皇祖母已經經歷了三代的興衰啊 皇祖母不得不為你想得周全一些 皇祖母的意思是 這上頭的人 都是跟皇上和大清江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的人 望皇上處理他們時 需多多的酌情考慮 這些畫圈的 不妨就最簡易的 這些畫鉤的 最好是立即釋放 只有這畫鉤的 則立即站住 皇祖母啊 這 孫兒啊 不是皇祖母一定要干政 皇祖母不過是一介女流罷了 這皇土都已經埋到脖梗上了 還為什麼要跟自己的孫兒過不去呢 你要相信 皇祖母的所作所 都是為了皇上 為了這來之不易的大清國呀 皇祖母切無傷懷 在這世上 皇祖母自然是孫兒最信任之人 你明白這一點就好 孫兒啊 皇祖母知道你現在整頓立志 但是你不能夠極意求成啊 這欲速則不達呀 這病重之人 嚇不得猛呀 朱哥哥 咱們等了好幾天了也沒見那個內賤露面 還不是你上次打草驚蛇了 你呀總是不聽我話 我們先回宮吧 估計不會來了 我還不想回宮呢 那你想去哪兒 我想 身穿冰湯糊塗 你呀就是一隻蟬貓 走吧 你慢一點 別撞暈了 你要嗎 不給 朱哥哥 我看嗎 今天那店還真不錯 我介紹的地方能坐嗎 你這鳥的品種不錯啊 我可是花大價錢買來的 皇祖母 是嗎 我告訴你們 我還需要一家小店 別回頭 那姑娘 彈得一雙好琴 那小曲 唱得 哎呀可了不得 是嗎 是啊 真是 這一跟你們說啊 心癢癢呢 這呀 下看看呀 我來做多 朱哥哥 那不是 不是隆德多嗎 難道我眼壞了 你沒看錯 是嗎 為首那個是隆德多 跟在他身後的那個 是鵝壁棋 怎麼可能呢 他們現在不是應該在天牢嗎 三天以後就問斬了 很明顯 事情出現了變故 惠妹 看來你賭輸了 不可能 一定是他們向鎖惡圖行賄 所以鎖惡圖 把他們放出來了 鎖惡圖 不是要錢不要命的人 而且 就算他們私自被放出了天牢 怎麼可能無緣無辜 戴搖大擺地出現在這裡 不可能 龍小弟不會出爾反爾的 惠妹 別傻了 像龍德多 鵝壁棋這樣的貴族子弟 就是艾馨覺羅氏的鷹犬 就算這些鷹犬 偶爾咬錯了幾隻巡鹿野兔 那對他康熙來說 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 一旦他失去這些效忠的鷹犬 那他的皇位 就不穩了 不可能 龍小弟不會說話不算數的 他不會騙我的 寬妹 師叔姑娘 皇上吩咐過了 誰都不見 不行 我有重要的事情問皇上 龍小弟 師叔姑娘 您輕一點兒 皇上睡著了 別驚擾了盛架 師叔姑娘 小聲點兒 龍小弟 皇上根本不是睡著了 他是喝醉了 皇上喝醉了 老奴該死 老奴該死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這皇上一早啊 就寫了一道聖旨 交給了所厄徒所大人 然後就把我們都趕出去了 說是要一個人靜一靜 我知道了 這兒交給我吧 你去給皇上 端一碗醒酒湯來 好好好 這皇上要真上了龍體 我這罪過可就大了 哎呀 龍小弟 龍小弟 龍小弟醒醒 老大 你來了 陪人喝兩杯 別喝了 你這以前不敘酒的 現在怎麼了 什麼都別問了 陪人喝兩杯吧 不許再喝了 看著我 我問你了 鵝壁其龍得多 是不是你下職放他們的 你是皇上啊 你怎麼能出爾反爾呢 天子的話 金口玉言 一言九鼎的 是啊 朕是皇上 應該金口玉言 一言九鼎的 你太讓我失望了 老大 朕對自己也很失望 朕以為朕親政了 就可以錢綱獨斷了 沒想到 而且我就不明白了 你是皇上啊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而且你要殺的 都是那些死有餘辜的 貪官污吏 既不違反大清律地 又順意明心啊 老大 當皇上哪兒那麼簡單啊 朕現在心裡好難受 讓朕抱一抱好不好 讓朕抱著 說話不算數 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老大 老大 起來 你看 你就是個大騙子 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你還記得這把扇子嗎 還記得上面的字嗎 你曾經說過 你不會讓你的耳朵變成百姓 可是如今我才知道 你不僅是一條裝龍作牙 沒腳沒爪的龍 你根本 你根本就是一條蟲 變成一座 紅塵的城牆 煎熬過你給的蒼芒 用半時的針 換一時的傷 奈何不了無言過往 如果真心 總喜歡流浪 誰會陪我遙望夕陽 用痴心的哭 換天真的想 思念必都要更穿長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相遇是最痛的別離 如果我不是我 你不是你 其實這就是我要的意思 你要記得曾經答應過我的那些話 消除貴族特權 革除疾病 整頓立志 讓全天下的老百姓 都過上好日子 好 我答應你 這個力氣 我一定換你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改賬 是 唐糖 你 嚯嚯 鵬小弟 我這個老大的 可能要先現一步吧 别说我话 咱们两个是白骨靶子的 说好有那动弹 同声顾死的 所以为了我 一定要撑下去 龙小弟 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 你放心吧 我还想去受那些 我欠你个威胁 说起来 人不死 找不来 你一定要好好撑下去 要是你不在了 我来仗了怎么样 你不会来仗了 因为你是一个好王 我之前说过 你是天底下 最不该爱的人 可是我现在说回这句话 你真的很好 谢谢你 再次遇见你 谢谢你 老大 谢谢你 所以你一定要撑住 相遇是最痛的别离 如果我不是我 你不是你 眼泪就失去爱的积极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像遇是最痛的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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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昨天可以 重新定义 重新定义 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 如果昨天可以 重新定义 重新定义 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 主哥哥 我输了 你 别难过了 欢美 我早就说过了 康熙在微服私房的时候 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 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 回到金鸾殿 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 朱哥哥 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 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 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 黎明百姓 还是你的皇位 你要说实话 不许骗我 如果有一天 我做了皇帝 康熙没能做到的 我 都能做到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永远不会骗你 我跟康熙不一样 他从小生长在宫里 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 我对老百姓的感情 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 是不一样的 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 朝廷的击毙 欢美 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 就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 我相信你 朱哥哥 最起码你没骗过我 不像康熙那样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师父跟爹 要光复大明扶你登基了 欢美 你终于想明白了 我想明白了 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 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 没有看明白的时期 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 这里诛杀一个恶霸 那里产出一个贪官 不过是图一时地快以恩仇 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 从水深活日当中解救出来 好 欢美 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棋举 我希望 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 你也不要辜负你的感情 lineje 我本子有 sambo 皇上 结相 平山吧 是 叶花呢 回皇上 世事姑娘已经安歇了 你们先退下吧 是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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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 朕想跟你说会话 老大 老大 皇上 您还是先回去吧 世事姑娘 她是小孩子脾气 您越是善感着跟她解释 她就越是听不进去 您先放下几天 过几天自然就好了 只怕这次事情非必寻常 她跟朕不是一般的志气 皇上 您放心 奴才跟李太医 会好好劝劝她 相信她会明白的 所以您也会说 请不吝点 您先请不吝点 您 您 您 真没想到 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 这样一来 你打算借机挑起 蜻蜓内乱的计划 怕是落空了 虽然计划落空 但画面及时醒悟了 也算是意外之喜 那就恭喜大师兄了 这样一来 小师妹就能收回 对康熙的心思 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 只怕 这付出的感情 不是说收回 就能收回的 但愿吧 十弟 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不知道 不过应该快了吧 无应齐最近几天 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 无应齐的大哥无应雄 是建宁公主的儿父 他们平息王府 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 所以 无应齐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 应酬肯定是有 但没准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 师姐 我觉得三师傅说得对 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无应齐 别被他的外婆给骗了 你别提我爹了 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 他只喜欢一怀一个人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 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 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 三师傅在门口 眼巴巴地等了你一晚上 对了 还有你脸上的伤 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 为你配置那个什么 冰激预言膏 还有小师妹 其实 他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 好了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 好 我不说了 二宝子 师姐 无应齐出来了 走 我们跟着他 走 走 我们跟着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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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购 轻盛 走 呀 好 他们到这客栈到底是要做什么 应该是见什么人吧 师姐 你在这儿守着 我跟进去看一下 快 跟上他们 师姐 别急 只有石青红在马车上 五应骑应该还在客栈里 师姐 你看早眼了 那个驾马车的根本就是石青红 而是五应骑 他们刚刚在客栈里互相换了装束 难怪石青红今天一直带着逐利 我这居高临下的看不清他的脸 原来他们在玩赵炎法 五应骑如此小心谨慎 只能说明一点 他才干的肯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 说不定真的跟金钥匙有关 走 一增长的天子 一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 定在了虎中心的大船上 《春秋两岸》 时光最轻放可谈 一生的愿 将心流于人身间 手握乾坤 仙风雨姿在云端 花开之间 柳红铁掌心情圈 天与地 开在眉间 弹千秋 万事怀言 心中喜流 录灵一切 还在眉间 弹千秋 为 远方清雪 不停转眼 书极续轻丑 望月平澜 星辰如梦 心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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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